我们今天有新高13000多个 只是YouTube、Facebook和MP3的听众 我们Facebook好像昨晚在葵村那直播 去到12000多 我们如果加上 可能有2万多人在Live 我不知道 可能是14000多 MP3有600 有6、700 跨翻场的我不知道 可能没那么快 未必在Live 大家记住 担男人设计 颈后有一条鱼 好想萌塞 他说看来好像很松散 其实很精密 那你讲什么?怎么精密化? 不是 你有没有下场?老母董 他怎么敢下场? 老母董你敢下场? Just give him a call 66982429 我先保证你人身安全 OK 我记得你不要想像郑国汉那样 几个受欢迎 他随时下去的人可能就当他英雄的拍手 以为他们来支持 以为他们来支持 打倒林郑 你又是说英美 还说台湾 老实说 昨天的记者会 真的说过半天 都没有说外国势力 有记者问都不回答 只不过是说外国有什么不负责任的 他就说西方少一些不负责人人士 就是说势力 是 然后又说是外国势力 整天去捏外国势力 蔣元秋那些人我们是明白的 董建华为什麽呢 其实说来说 你个混蛋 又是拆存在感 还有要卸责 因为为什麽呢 你老母是 当时你有份担心林郑 他是King Maker 现在当然想卸责 不能关我事的 你老母是 是有外国势力 美国和台湾 那你怎知道美国和台湾 京国他没有份 德国没有份 俄罗斯没有份 有什麽政策